直到看见爱宝重拳出击瑞辉后 将爷爷的态度 才明白他对福宝有多偏爱 这天到了爱宝体检的日子 爷爷刚到这里杨小智就打起了架 只见瑞宝一个起身 就把辉宝压制在了身下 瞬间小家伙有点喘不过来气 费了好大力气才挣脱 都以为辉宝要反击时 没曾想直勾勾地跑过来爷爷面前告状 心想刚才你都看到了吧 是姐姐先动的手 一脸委屈巴巴的模样 爷爷赶紧安慰 此时爱宝也走了过来 有点不屑地瞥了眼辉宝 好像在说 你没点小把戏老娘还不懂吗 随后就到了体检环节 辉宝那样子就是刚被训斥的表情 看到爷爷手里的小苹果 他比爱宝都还激动 没曾想下一秒 在美食面前 没熊能抢得过爱宝 就连自己闺女也不行 连将爷爷看到辉宝的行为 也会说辉宝 甚至为了争宝 瑞辉各自都急头白脸了 只想跟爷爷贴一贴 而爷爷的眼中只有爱宝 将一切都给自己的乖女儿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爷爷面对辅宝时就是另一种态度 小时候也是爱宝体检 辉宝猫猫碎碎地坐在旁边 当爱宝出手时 爷爷会劝爱宝 甚至还会专门为他带来小苹果 爱宝就变成了抢的那只 只能说爷爷对待瑞辉 跟辉宝的态度截然不同 同样都是一件事 完全两种做法 让猫粉看到了什么叫 一胎照书养 二胎照猪养 将爷爷对辅宝独特地宠爱 使他一度成为 博外熊猫最幸福的小熊之一 因此性格活泼 回国后也很快适应了环境 这都跟他有个快乐的童年 脱不开干系 为此当辅宝离开后 爷爷先后两次来到中国看他 爷俩的感情一直都在 而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 是否刘旅人 也有个快乐的童年 对比较童年